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的这个工作坊 我们的主要的主题是活泼有生命的小组茶经 那么顾名思义就是跟我们的小组茶经有关系 就是说怎么样带出一个活泼有生命的小组茶经 那首先呢,我是跟大家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Michelle Lee,中文叫着 奈敏超,我是2014年从正道福音神学院芝加哥分校毕业 完了2015年呢就加入了使者协会 作为全时间的这个校园宣教士 目前呢我是在负责这个中西部的这个校园事工 同时也在我所在的应城环教会 我们的校园,现在刚刚今年2月份开始 我们的校园呢就往这个社区教会转型 是叫南区的教会,所以我是在那里牧养 那么过去三年我都是以教会跟使者合作的这种方式 在这个校园团期来牧养 好,那我通常在这个,因为今天在座的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之前呢也只有几位是认识的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好不好 至少有几位能够告诉我一下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一个工作坊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因为我需要了解到你的期待之后 或许在我等一下分享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的做一些调整 好不好,那如果你发言的话 就请你打开你的这个声音 我先说 大家好,我叫传奇 我来自马里兰巴尔地摩巴尘中华基督教会 我现在人是在,我后台在读神学院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一组呢 我特别期望,因为我发现 就是我们在神学院学的这些东西 通过这个团契在给别人传讲的时候 会有些障碍 就是我们讲的词他们不懂 我和陈牧师那么像 这个,我就是,我觉得挺明白的 他们怎么大爷瞪上眼 就是我希望在这上面能找到一些答案 好,谢谢,谢谢 还有没有 时间很紧 希望你们能够踊跃发言 OK,我整个讲座我都希望是互动的 我是expect,我可以学习 开始跟台湾的亲戚 几个几个成立网上的查经小组 好,我发言的时候请你说说你的名字是谁好吗 大家都叫我Lily 我本来是住在Indiana 跟敏超姐妹 今天的主持人 是亲密的童工 现在在康州 耶鲁 负责 耶鲁校园的学生事工 我叫黄卫红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实行网上聚会之后 这个小组查经好像比较不容易 就是有比较多的人来参与 比较冷清 就是相对气氛 我想知道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怎么样就是来把这个小组查经 带得活泼 有生命力 谢谢 好的 好的 OK 好 还有没有 大概 我是 可以吗 我是蔡千千 然后是学生同工 来自北卡州立大学学生谈器 然后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负担 就是带着木道的学生一起查福音书 主要是福音书吧 然后就会觉得说比较纠结 我通常的习惯还就是会找各种的资料 我觉得如果不看资料我就不会带 但是最近又觉得说应该要多依靠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感动这样的查经才会比较有高有 然后也会有让人得失力吧 否则就光讲那些知识好像比较死板 然后其实讲出来的东西 也不是我自己 就是我不查资料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两个中间怎么样去平衡 就是一直也都比较困惑吧 困惑到可能都不太敢去说带查经了 一说你可不可以带查经 我觉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OK好 谢谢 再来一位 我可以说吗 我是Abby 我是在宾州的离海大学 我是使者的全职同工 然后我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一个问题是 就是如何给新朋友 就是对圣经没有那么多了解的木道朋友 准备一些适合他们的小组 也不能查 好 OK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那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给各位都讲一下 但是基本上我会从你们几位那里 我想也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下面如果你不是讲的话就请你谬调好吗 OK 好 那我想我会先就是先跟大家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复习 虽然在座的我想这些教会双团器的同工应该都是很熟悉的 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再回到最基本来 就是说去看一下教会的几个功能 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教会的几个功能 如果我们用这个wife这四个字来 就是说描述的话 我们都知道有这四种的功能 一个worship就是敬拜 instruction那就是培育教导 对不对 有fellowship就是团契 那么有宣教的传福音的就是evangelism 这个都很清楚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主日崇拜属于哪一个呢 是敬拜 在一起敬拜 对不对 那主日玄呢 培育吧 对对就是I'm a instruction 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个周五的你团契好 或者小组好 我们应该是属于哪一个 是属于 fellowship 对吧 好行 很好谢谢你们 还是有一两个人是emmule 这样可以帮助回答 OK 好 那 好了如果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大的 从教会整个大的这个四大功能 我们就把它说到 我们因为针对是小组嘛 是针对团契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让团契让小组 去发挥它的功能 OK 那 这个小组 团契的功能 应该是 在组类彼此的这个分享 经历 生命 的这样一种的生活 OK 所以它是有别于 我们礼拜天在一起的 这个主日崇拜 也有别于 我们的主日学 那彼此在团契小组里头 特别重要是为什么 因为在新约圣经里头 这个彼此总共出现了 五十多次 那这是我们在小组 团契生活里头的一个很中心的 这样一个事情 是要彼此的 彼此的来分享 所以这个也是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团契小组跟主日 主日的崇拜 跟主日学的很大不一样 是这样 因为主日崇拜通常是 牧师讲到嘛 那是单向性的传讲 那主日学虽然不是 现在也不强调是 这个单向的 很多都要互动的 但是还比较更多的 也是在一个传授 传授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小组跟团契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强调 要需要互动 所以我想在跟大家这样子 去理清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刚才你们问的几个问题呢 就自然你大概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好 那小组查经的是与不是 我就想跟大家再也把它理清楚一下 所以小组查经呢 它不是研究圣经 是要分享生命 那就是根据前面 这个团契小组的功能而来的 那你说我到底那要不要 我带领的人要不要研究圣经呢 要 但是不是在小组查经的时候 是在你带领的人 你在家里头 你要好好的研究圣经 你要把它研究好 但是你不是带到小组去研究 这样明白我吗 等你到了小组的时候 你是把你所研究出来的东西 你再整理了 让大家能够来参与来分享 是这样子 所以 那这个小组查经呢 它也不是单一的传讲 因为刚才讲了嘛 这个彼此的分享很重要 所以要求是要集体参与的 所以 很多时候就是说 为什么刚才所说的 好像查经带不起来 或者很枯燥啊 大家都不发言啊 很多的原因是因为这几点 我们可能没有搞清楚 另外呢 不是自问自答 不是带领人在那里发了问题 好了 然后大家都沉默 完了 那我就自己又把所有的答案都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 看来是要互相的来启发 要带领 你带领的人怎么能够 让你的组员能够受到启发 是让他们来回答 OK 那也不是自由的闲聊 我们的小组查经不是一个社交俱乐部 这点我想我们都知道 不是说今天晚上我们来了 我们就 反正就是 没有目标的 什么都聊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有一定很好的设计了一些问题 所以是问题导向的一个讨论 在这样一个问题的这样一个规范里头 我们是引导着整个的这一个小组的讨论 所以这是小组查经的几个是跟不是 那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 五节与五水都能赤入抛开 连心中的意见和主意都能辨明 好 好那这几节的经文 我们就是看到说 这里头讲到神的道 祂是怎么样的呢 祂是活泼的 什么是活泼的 活泼的就是说 祂是有生命力的 祂是活的 祂不是那些死的字句 对不对 那有火效就是说 是有能力的 是这个什么样的能力 就是说能够让人的生命 让人能够带来改变 在他的行为 在他的意恋 能够带来改变的这样一个果效 他不但是能改变 并且是能够看得到这个效果来的 那像一切两刃的剑 两刃的剑有没有 一刀剑两面 很坚立的 怎么样能够 甚至灵根魂骨 骨节与骨髓 这个意思就是说 心中的一连 就是说 祂是能够看透我们的内在 也能够深入我们 所以就是说 神的话语是这样子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内心 能够像一盏灯 能够照亮我们的心的 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话的面前 那是怎么样 我们是敞开的 我们是就说赤裸裸的 就是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神的话有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的小组茶经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要有活泼的生命 这个绝对小组茶经 不会是死沉沉的 不会只是在一种传授这个理论 更重要的是 是怎样经过这样一种 这样神的话 那种的活泼 那种的生命 能够在我们的小组里头 是有这样的感染力 而带出整个小组 我们的组员 他的生命也能够改变 是应该这样子 好 那我呢是等他讲完了 最后给大家问问题 OK 好 所以那你说 我们怎么样在实际的带领当中 能够带出这样子一种活泼有生命的 OK 好 所以第一个我就想带 我会从代茶经者的角色 来跟大家来分享 还有代茶经者的这个态度 另外呢 预茶的重要性 完了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真正在带的时候 我们会加上游戏 我们要有破冰 完了要善用现在的这些媒体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来分享的 也是如果大家已经很熟悉 这个归纳法茶经的话 那么就是当这是你的一个review 好吗 那我们就是说再看看怎么样 来使用 好好的使用这个归纳法茶经 在这个归纳法茶经法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设计问题 能够设计的一些问题 是启发人家能够思考 并且它是能够应用的 那再来会跟大家建议几本书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有创意 这是这几个我等一下都会逐一去讲 我先把它归纳在这里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带茶经者的这个角色 你可能是个小组长 或者是你的同工 那你们觉得说 这个按照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这个小组团器的这个功能 那么你觉得说这个带茶经者呢 他是一个教导者吗 他是一个引导者吗 还是谁是真正的老师 你们觉得呢 那如果回答的话就请你按谬 小组组长吗 就小组组长好了 反正你组长如果带茶经 你觉得他是应该是个教导者 是个lecture 还是引导者 那谁是真正的老师 引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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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圣经 对了 答对了 那因为有这么多人 我就看不清 哪一个 anyway 谢谢你们 所以为什么 我用lecture的话就是说 当然你不是 我不是否定我们是要教导圣经 但是你为什么不是个教导者 因为lecture 不一样的就是 你就是拼命在讲嘛 拼命在传授一个知识 所以呢 严格的来讲 不是在小组茶经 我是说在小组茶经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你们几位答得很对 你应该是个引导者 那真正的老师是要让圣经 自己神的话语来做老师 让圣经来跟众人来讲话 ok 好 那所以按照这样子的 你的角色的话呢 最理想的代茶经者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应该是一个很会问问题的人 所以设计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那你问题设计的好 你已经怎么样 事半功倍了 另外呢 你是个穿针引线者 穿针引线者就是说 你是个bacillator 你是能够 能够刺激 启发大家来回答问题的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是引导别人发言的 你怎么引导他 另外你本身 你应该是一个透明者 就说 不是说 我只是来教大家 可是 你自己的生命当中 你的经历 你很重要 哪怕是失败的经历 人家怎么样能够在你的身上 看到 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这个很重要 所以是个透明者 不是一个居高临上的 我来教导你们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会总结归纳者 你准备了很多 你严精再加盐 很深很深的 但是你怎么样能够 总结归纳出来 完了 带到你的小组里头 去给他们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 最理想的茶经聚会呢 是 带领者 你是要少讲 那组员们呢 应该积极发言 完了 让神自己来说话 OK 那 其实我在讲这些的时候 刚才你们几位提的一些问题 其实可能都已经有答案了 可是我们最后可以再重新 再回到你们刚才提的那些 期待上面 我们再来总结 OK 因为你现在 我边这样讲的时候 你也可以对号入座 来想一想 我在哪方面是怎么样的 你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带茶经者 那可能在某些方面 是不是今后就要做一些调整 好 那带茶经者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 首先是要一个很敬畏神的心 因为这是在 不是 这神的话语 是要存一个敬畏的心的 那存敬畏的心就是说 因为我想 现在环境教会很多 这个不是一两个教会的 是普遍的 很多的这些同工们 这个都是很忙嘛 他们工作很忙 就是在我自己的教会 我们也有小组长就是这样的 一到快礼拜五了 礼拜四晚上 我就Google 在Google上面找了很多的材料 完了就印出来厚厚的一叠 然后礼拜五呢 我就匆匆的带到小组去 就这样就带 那所以这个呢 就不是敬畏的心了 如果你真的是对神 和祂的话语很敬畏的话 首先每天你自己 就要这个灵修 是很重要的 完了每天在灵修 你渴慕的心去学习神的话语 默想的时候 你可能带茶经的时候 也要好好的准备了 至少如果你礼拜五 要这个茶经的话 那你前一个礼拜 你就应该来准备 而不是等到礼拜四才来准备 所以像我在我现在带的 这个校园教会 我就要求我的同工 他们我们是 就是说前一个礼拜天 预茶的材料就要全部出来 发到我们的小组长 那他们用两天的时间 要好好的学习 到了礼拜二我们预茶 预茶完之后 他还有三四两天 再来再来好好的去消化 到了礼拜五他们才来带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国神 那带茶经者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受教的心 你要谦卑学习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有很多东西陷入为主 或者一些过去的习惯 那怎么样 有受教的心之后就说 当我今天我学习到了 我愿意放弃 我可能原来有些不正确的想法 或者不正确的一些的东西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好比说 我想今天你们各位都来参加 这一个工作坊 证明你们就是很有受教的心 很愿意想说一起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的探讨 也互相的交换这个我们的一些经验 那当你学习了之后 可能有一些 这个可能值得我以后改变 那我以后就要带出有这个改变的行动 这个就是有受教的心 对不对 再来就是圣灵的引导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刚才有一位姐妹她说 我到底是要言经言得很清楚 还是就是要圣灵带领 你现在有点也搞不清楚了 是不是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话 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言经 你也要圣灵的带领 在你这个预备的时候 在你带领的时候 整个过程 那都是需要圣灵的来引导你 所以这两者不是矛盾的 不是说完全的分离的 你不能说我只是圣灵引导 那我又不去言经 不去做功课 那你不可以的 是这样子 所以圣灵引导就是让我们降服 在圣灵的引导下面 我们怎么样按着正义来解释圣经 而不是按我自己的意思 OK 那再来就是要有圣灵的充满 这个在你带领的过程 我就说了 你必须要有自己生命的流露 假如说你今天晚上要带这段圣经 你是不是这段圣经已经对你说话了 你已经被这段话有感动了 你已经借着这个预备 神已经借着这句话对你 可能有很多的提醒 或者提醒你再要有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你必须我们自己带领者 先要去经历这一段神的话语 OK 那在整个过程 祷告祷告再祷告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都知道 离开了祷告离开了神 我们是什么都做不了 更何况这个是 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这个服事 所以我们要很重视 不要去 就是把它做得很 以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去对待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是个怎么样的带领者 自然在你的小组 就会带出什么样的文化 因为你的组员就会跟随你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OK 好 那带查经者常翻的一些毛病 是怎么样呢 就其实也是刚才的一些对比 前面讲的 就是说 我就一个进了讲 我准备了好多 我研经 研经得很深入 每一个字 什么西伯来文 希腊文 我全都研究了 好 完了 我来了 我就一个进的讲 就一个进的研经 完了就一个进的教导 因为就是 你是教导者 lecture的时候 你就是拼命的来 来这样子 完了呢 就每节经文 就来 都来解释 每节经文 我都带出好多的点 那结果这个就是 叫抓不住重点 别人呢 就真的 给你搞到晕头转向 就 不知道讲什么 最后一晚上下来 他就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今天晚上 到底是学了什么 另外呢 就是离题了 离开经文 来分享 还有就是不按正义 按灵异解经 或者说先入为主 这个最忌讳的 就是说 我认为 我想是这样的 本来圣经很清楚 告诉我们 这里头这段经文 它本身就是有一个 主要的信息 但是你就说 我认为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就 我想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那这种是最忌讳的 最不要 不要这样子 OK 那再来就是 没有生活的应用 一小时的这个茶经 可能 那个 五十分钟 都在那解经 都是来解释 解释解释 到最后 哎哟 还剩五分钟了 哎哟 没办法应用了 完了 那就只要草草的收场 所以这个就 另外就是缺乏归纳总结 这个等一下 我会讲到分段 那这些呢 我提出来了 其实都是在我实际的 我带领这个团体教会的一些实际中 过去三年 我在我的同工里面 也有一些的这样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带领的同工呢 年纪大的那些呢 也都是跟很多华文教会一样 是这种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各个都是博士这样子的 又是这个理工科的这些 那他们那种思维啊 理工科的人那种思维 就是什么都要研究 就是研究的很细 哎呀 就是每句都要解释 所以呢 就其实到最后 就说这样子的话 带出来了 就变了大家就是 就是没有得到重点 那所以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慢慢的来培养 我们的同工 慢慢的就是来 跟他们有这样的培养 那现在他们就是 比较慢慢有那个sense了 知道应该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都很优秀 他们都很 对圣经没问题 真理上一点都没问题 但是就是说 在怎么带领上面呢 我发现知识分子 就是会有犯这种毛病 那种思维的不一样 OK 好 那现在呢 我就 那刚才我讲到了 那个我们的角色了嘛 认清楚我们的角色 然后摆正这个态度 有没有 那再来我就要跟大家 讲一下这个预察了 预察我刚才说了 我们自己的做法 那因为我自己是 全时间的传道人 那么我是非常重视 这个预察 在我的这个 团器里头 我们有四个小组 我们现在是统一查 查路加福音 四个组都一样的 所以我就是 重视他们的预察 最近呢 我还在 小组们全部预察的时候 我还单独的来训练 就是每周 我训练一个组长 我让那个组长 他自己先去做了 这个预察的材料 完了我先 跟他预察一遍 完了到了 由他再去跟 小组长们预察 这样子的方式来培养 所以这样子就让他们 亲自有一种的体会 他在整个设计这个题目 用归纳法杂金 整个设计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 亲自的一个体会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游戏必玩 那这也是我 这几年来在带领 这个团契的 这个 这个其中的一项 完了我们的童工很可爱 我们每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敬拜前 我们都必要玩游戏 所以我们有学生呢 就是甚至想 准备把我们玩过的游戏 编一个游戏大全 以后有可能 对于其他的这个 团契有帮助 我们可以把这些游戏 给 就是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那我们是必玩游戏 完了 那在查经的时候 开始这个每个小组 我们是我们的团契是这样 我们先大团契 我们吃饭 我们就玩游戏 完了敬拜 完了我们再分组 那分到小组开始查经的时候 我们这个破冰问题 也是必要的 所以就是都会花几分钟 破冰来这个热身来预备 就是让这个气氛能够给热起来 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 就是推荐这几本书 这个《使者书房》有卖的 就是红中福 牧师的他写的 这个让茶经冻起来 什么菲利比书这些 他针对菲利比书 还有马可福音 这些里头 他这个是给青少年 就是针对青少年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也很年轻 所以我是自己觉得说很适用 那么大家可以 如果愿意的话就是说也去买 里头他就是根据这一些 他会有很多这些游戏 你就可以用他来就是参考 也能够用在那里 那这个呢 你们就到《使者的书房》可以去看 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呢就是要创意 那个茶经聚会 不是只是一来就是茶经 就还有这些都 这些环节都会是非常重要 能够让你整个能够活泼起来 好那还有就是与时俱进 善用媒体 就说比方说我今天晚上 可能要查这段经 文那个可以在这个短短的 那个YouTube有些时候啊 他会有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 那么你可以去这个先放 比方说我曾经我们有一年 就是学习这个使徒行传 那么我就在这个使徒行传开始之前 我就在YouTube上面就找到 他有个三分钟的 就三分钟就把整个使徒行传 那个大概告诉大家 而且他那个视频是很活泼的 因为美国人做的嘛 所以我就我就会放这些的视频 那像复活节前呢 或者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大灾期 要什么默想了什么时候 我也会引入一些的视频 通过一些视频每一周 这个视频的一些小的这个信息 来给大家 这样子呢 就是你善用这些媒体的话 让大家就是那个信息 用不同的方式进去 他就很容易记得住 接受也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 好了那我想看看说 大家对于这个归纳法茶经熟悉吗 我们有多少人是 你在你的小组茶经里 都有很好的在用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在带领这个姐妹会 我觉得每次带茶经的时候 就在准备的时候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 就是提问题 就是因为我知道要提问题 才能就是带领姐妹 跟着这个走嘛 就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就希望这个问题 就让它又容易找到答案 又引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你就 你就等下面这个归纳法茶经 OK 好的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先针对前面的 我讲到这些 可以提一些问题 我们比方说在你的角色 或者那个方面 你觉得 刚才所说的来问一下 不好意思 请问您之前在 就是说往YouTube上有这种 比如说十足形传的一些简介 这种link或者说 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关键字 能找到这些视频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这可以帮他们迅速的了解 这个书的背景 我觉得就 就很好了 是 是 我怎么去找 我就是这样YouTube找的 就是 你中英文你都得要做就是了 比如说 at introduction 我忘了 我忘了我怎么摄取 但是 如果你想 你们有兴趣 我可以把那个送给你们 就是了 好吗 yeah 请教一下 以前有学习就是四个W 就是这个 破冰啊 worship啊 word work啊 那不晓得 请问您刚刚那个游戏 跟这个视频就是 整个晚上的比例 游戏玩多久 诗歌多久 然后 爬经的部分 那个比例上是怎么的 是是是 OK好 那我们 我就来我团契的聚会 我们以前在实体教会的时候 就是六点到七点吃饭 那么七点到七点十分是游戏 十分钟 对对 大概十分钟 完了再来个十五分钟的敬拜 那二十五分钟了 对那在五分钟的这个announcement啊 欢迎新朋友这样 所以反正就到七点半 半个小时 那七点半之后呢 我们就是 我曾经有过呢 是在用个大概十五分钟 我跟另外神学生 我们会把今天晚上的这个查经 有一个短的信息 有一个短的信息 但是呢 现在可能以后也不一定要 所以anyway 我们整个的话 就是从七点半到九点 那如果我有短的信息 那他们分组的话 就是从七点四十五 到九点 是他们分组的时间 分组之后呢 我要求他们是 最后十分钟 是必须要互相带导 所以最后的十分钟就不能够再用来查经了 嗯 所以其他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最近的这些都是 看看啊 呃 十 四十分钟 如果光是用在查经上面是四十分钟 嗯 嗯 好 嗯 你知道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改这个网络聚会以后 呃 还会有游戏吗 还是只是问一些破病问题呢 对 这个就没有了 哎 对 网络上面我们就没有游戏 但是我们就是 现在网络我们基本上就是 但我们网络呢 我们聚会就七点半开始嘛 就没有了前面那些 所以七点半我们就是敬拜 呃 也是敬拜到七点 四十五 完了我们就分组 所以还是七点四十五到九点这段时间是分组的 那在这段时间又减去十分钟必须要互相带导 啊 那我最后的互相带导 我就是 我要求我们的小组里头是 不是组长一个人去祷告 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祷告 简短的 为另外一个人祷告啊 这样子如果他们小组太大 我们再在祷告的时候分开 男生跟女生分开这样子 嗯 呀 那请问一下 既然是四十分钟的查经的长度 你们是怎么划分段落的 哦 等一下 等一下我给你们做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吧 啊 呀 OK 好 那 呃 行 那我就先好不好 如果有问题你们在或者你再打在check里头 我一会看哈 呃 那个 我就先开始 这一个如果你们已经很熟悉的 那也请你们忍耐啊 就当是一个review 或者你也帮助我一起 有一些的分享 那如果你对这个贵纳法查经是不熟悉 或者是第一次才能 那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学习 好不好 那简单的来说什么叫贵纳法查经呢 它英文叫inductive bible study 就是它的定义就是一种 以观察解释运用这三种方法的一个查经 所以这个查经法呢 其实你说它简单也简单 不简单也不简单 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掌握好了 你觉得很简单又很好用 就说就关键是你要用 你要真的是去用它 那如果是用一个这个 就郭振友老师 他也有带过这个就是怎么样查经嘛 那他就是说OI 就是用这个OI OI就是英文 就是也是这三个问题 就是observation,interpretation,application的 这三个的简称 就是所以你怎么记 问你说什么叫贵纳法查经 你用中文的话 你就观察 解释运用这三种方法的查经 如果你想用英文简单一点记的话 你就OI 什么是OI 那你就OI出来就好了 好啊 这就是这么简单 那另外一个就是用 刚才陈牧师可能说的那个W 那我这里是三个W 那三个W 其实用英文也是一样的 因为观察 观察就是要观察 what 什么 就是那个W 那解释的话就是说 so what 就是解释那部分 第三个what就是 now what 那现在对我来讲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 这三种你都可以看你怎么样喜欢 对你最帮助的 你就用那种方式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所以归纳法查经呢 它是怎么样 是从一个个别的事实去归纳出整体的应用的原则 所以它是从一个一个的你观察到的事实 完了我们又来在这个解释这里面的 完了最后从那里整理出来一个整体的应用的原则 那它说跟演绎是不一样 演绎是一种推论 我现在有个论点完了去推出来 那这个是不是 是归纳 所以这个就是归纳法查经 大家可以说一遍吗 什么是归纳法查经 自己可以在你的那里说一遍吗 有人说oy了已经我看到口型 你可以记住了吗 是不是 三个问题有没有 观察 解释 应用 是不是 很简单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当你要看一段经文你在准备的时候 你首先是要观察嘛 那既然是观察 我们就是要用眼睛来看的 不要用脑袋来分析 在观察的时候 你完全不要用脑袋来去分析 那我很多理工科人就是习惯用脑袋嘛 他动着就要用脑袋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观察问题就会错了 我跟我的小组长戴玉查的时候 我就会看 我说这个不是观察问题 因为他是工程的学工程的 很多时候就把解释问题就放到观察那里去 所以记住这个原则就是你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而且这些全都是在这个经文里头 不会超出这个经文的 就一目了然 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提出观察的问题了 为了就是要你的组员能够engage 他们能够参与进来 因为你一开始就问错问题 问了一个解释的问题 谁都不能够回答 那最后又只有你组长在那里回答 你就变成了lecture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用一个 大家都可以看着经文就能够 就是能够看得到的答案 那么大家就比较容易来engage了 是这样子的 那么当然你就是说 怎么预备这个观察性的问题 很重要 你读圣经的时候 我现在就说带领者 你的预备是很重要的 我们说的就是要有六读 你要快读一遍 你要慢慢的去读它 你要上读 就是说你要读这段经文前面那段 讲了什么 你要下读就是说 下面它讲什么 哪怕你今天不查前面 也不查后面 可是在你预备的时候 你必须要上下前后文的来读 中读就是你要读中文的 你要读英文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你的预备工作是很多的 不是说真的那么去google 去印一处东西来 拿去小组给人家这么讲就可以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六读 另外呢 你要再问六合 就是你的观察问题 就是主要是问出这些的 那当然叙事文在这些是比较容易的 我现在就以叙事文来做例子 来这么说 我们都知道嘛 我们写叙事文都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 对不对 这最基本的要素 所以呢 你要设计的这个观察性问题 就是说 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什么地点 都有哪些人呢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 那如何 结果是怎么样 就是这些所有在经文上面 你都可以找到的答案 好吧 所以这次观察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但是这一步 不要去错过它 那很多时候我开始啊 因为我以前 我接手的这个家人团器 当时是怎么一种情况呢 就是 组长也是 拼命拼命自己就一个人讲 哇 你一天晚上哦 别人都插不上嘴的 OK 那 新来今天我们 好不容易有个木道友来了 哇 他一进来 哇 一听你讲这些 完全都听不懂 他就完全就真的是懵了 所以很可惜 就是来一次 下次不来了 因为他听不懂 完了我们就很多这个基督教术语 啊 我们都是信主的嘛 就是很那个 讲的都对 但是完了 其他人就全部都是一晚上沉默 那甚至有一段时期呢 就 晚上都看 观看那个大卫包生的这个视频 啊 他视频很长啊 等看完的时候快要结束了 根本就没有讨论的时间 所以呢 那这个就很可惜 所以我也是花了好几年 终于我现在就是在我们那里 就是好好的培养 我们的小组长用这个 啊 那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说 啊 这观察新闻题有什么好问的 不是新闻都有吗 他们就觉得不习惯 问人家 人家明知顾问好像 我说不是 你必须要问 你问是为了要刺激他们 要参与 因为过去都不参与嘛 都已经太习惯了 坐在那里听嘛 所以那现在我就说 你不要觉得这些是小额科的问题 一定要问啊 那这样子 大家就容易参与了 当他开口参与的时候 下面再进入这个后面应用的问题呢 就很好了 所以这个是观察性的问题 OK 好 那解释 OK 我们来做一个一点的练习好不好 这个是赖若汉穆斯那个十步四经法 大的那本 厚的那本的 他的其中的一个图 那么他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观察问题 他说是从十招来 从十招来就是说 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好不好 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声音 你看看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 你来看一下这个图里头 你就来说你看到了什么 是白天太阳升得挺高 嗯 OK 好像出了一个车祸 嗯 有个水果摊 什么 有个水果摊 有个水果摊 对 应该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对了 嗯 好 大家都参与 现在就是一个参与的时间 在小组里就是这样 我就再来问 我是组长 我问你看到什么 那是suppose你们来回答 一个公车撞到的汽车 公车撞到汽车 有个男的抢了一个女生的包 嗯 抢了女生的包 有只狗在追一只猫 好像有只猫 发生在白天 有太阳 对 嗯 还有呢 有油局和五金店 油局五金店 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看来 嗯 繁华的地方 叫汽车是敞篷车 嗯 敞篷车 这个高高的路灯 上面是一个垃圾桶吗 嗯 路灯 油箱桶 油箱 那是油箱 对 然后油局的玻璃上有反光的路是红绿灯吧 嗯 红绿灯 有 反光 公交车里的人倒掉了 公车车 公交车里头的人倒掉了 而且公车的司机撞到人了 他却在看那个抢包的那个人 没看那个集图 嗯 邮局今天不开门 在玻璃上有公布开门的时间 是 是 嗯 水果店里有一个人 看不清是老板还是水果的 呀 加略山路是一个单程路 嗯 单程路 加略山路 嗯 是个礼拜天 嗯 不知道是礼拜天的 从那个邮局公布的开放日期和 没挂了休息两个字 嗯 是的 是周日 休息 OK 还有什么 你应该看到四十几项 哦 四十几项 我们现在还早着呢 哦 早着呢 哦 所以这是培训你看你观察的能力 这好像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比较兴盛的城市 你看那些商店的店名都是跟圣经有关的 嗯 哦 有可能就在耶路撒冷 有可能 对 OK 好 嗯 还看到什么 这是科西玛尼远 这个巴士就科西玛尼远5号 嗯 对 对 OK 好 那时间关系我就 我就是用这个来啊 跟大家就是说有一个 稍微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其实有四十多项 我刚才我们可能列了有 二十几这样子 五金店里头还有个钟 还有那些时间什么的啊 我们都可以在上面 OK 那我就 这个我就不想 我意思就是说 观察问题就是这样子 就是用你的眼睛来看到有什么 那就是很具体的啊 很多可以观察到很多 那这个问题是不难设计的啊 不难设计的 OK 好 那解释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解释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so what嘛 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开始要解释了 所以呢 那在解释的时候你在准备的时候 你是要深入查考的 你也要参考这个注释 这个解释书的啊 所以刚才那位姐妹说 到底我要不要研经那个 我这里就回答你的问题 你一定要研经 一定要 而且一定不要只是靠这个网上去搜一些东西 你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你自己的一些的查经的 常用的这些查经书啊 并且是很靠谱的那种 OK 完了还有就是上下的文理啊 历史的背景啊 语法结构啊 字译 有一些的字啊 那要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一起 做一个group project 我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有一个有一个字 在当中你就要懂 如果你知道了那个字的意思 你知道它在哪里出现过 那你带出来的就会不一样啊 那当然就是说你还有一些 因为圣经有一些就是 本身圣经在别的经文 就会有答案有解释 所以这个已经解经 再来比较一些的经文 还有一些的比喻啊 今天等一下我们练习的那个 就会有比喻到 另外一个推极罗里这些 那所以这些你都是需要的 要解释 这部分呢 很多的时候啊 有些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通过问这个主缘 看他们能不能够 比方说已经解经 这些他可能会答到 就是说 如果要熟悉圣经的基督徒 他也会知道 哦这里在哪里有出现过 那他可以答 但是有一些呢 是必须组长 你必须要回答 那就小心不要把这些问题 就推给了那个组员 来回答 那他们尤其木道友 他们是没有办法回答你的 那曾经我有个组长 就是一上来 他的破病问题就是问说 使徒 使徒跟门徒 有什么不一样 他用这样的破病问题来问 或大家都晕倒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木道友更加不懂的 这个哈 所以这些就不是好的破病问题 OK 而且那必须要解释 像现在还用没有使徒 这些你去问别人 很多人他就是解释不清楚 这些就需要你有装备过 来回答 所以这是解释的部分 那么最后就是应用了 应用性的问题 这对于我到底有什么意义 跟帮助 那如果像我这种年龄 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可能就懂一句话 叫做活学活用 这是老毛说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学了之后 能够很灵活的应用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接地气 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 带到这个我们现在所生活的 这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bring the word to the world OK 所以呢 那这一个前面你的解释的问题 解释的好 你的原则呢 就是在你的解释的基础上出来嘛 所以他必须 你的应用问题是必须要 跟你的解释的部分 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你的解释问题不好 你后面的应用问题 肯定就不好 而且是人家很难回答你 哪怕你真的是有 想问你什么应用 人家没办法回答你 所以这些都很讲究 所以就说 正确的解释问题呢 就是带出正确的应用问题 OK 那这是Howard Hendricks 他是德拉斯神学院的一位教授 他写了不少的书的 那其中他一本书叫做 Living by the Book 这本书 其实他里面就是讲贵拉法查经 他里面就讲到这么一句话 那当时好多年前我读到 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是觉得非常的扎心的 他说 Observation plus interpretation without application equals abortion 意思就是说 你查经你在那里观察了很多 你解释了很多 可是你最后没有应用 就像这个就是流产一样 当时我一看到这句话 我当时就回想 我以前的带查经也是 花了好多的时间在那里观察 就是解释 但是就犯了那种毛病 就是到最后不是不想应用 就时间分配上面 就没有在应用上面去深入 当时这句话就让我很扎心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很注重 就是在时间分配上 我一定要留着时间 要去应用 所以你不是要把你全盘 今天晚上 你所准备的 全都要按照你所准备的 那个schedule 今天晚上我就一定要 这时节经文 我就全部要全部弄完 不是 你在整个过程还是 要求圣灵的带领 完了你是作为一个带领者 你要有一个聆听的这个耳朵 你看听着你的主员 是他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他什么分享 你也可以灵活的停在那里 但是关键是 你在那天晚上 你必须要让他们 有一个应用他们的回应 如果他们能够回应说 哎呀今天晚上 这个这一点 哪怕只是一点 对我太扎心了 哎呀我觉得我过去是 这样这样子的 我现在要怎么怎么样 我今后准备怎么怎么样 有一些action plan 那你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很成功了 那当然再有一些什么的 如果认罪啊 悔改啊 在神面前这个祷告啊 那些那些就是更棒了 所以这是应用性的问题 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OK OK那还有一个 这就是我们那个 几年前这个 北美校团团器 这个迎新 迎新的时候 这个有那个培训嘛 就是北美在网上培训 那这个是我从那个 加州那个何一传道 他分享的 那就是有个十六字的口缺 其实也就是这个 贵拉法查经 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先有字意 先有字意就是说 我们先有这个 知道这是讲什么 完了讲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经意了嘛 有了这个经意 你才有意义 有了意义才有应用 其实后面我看 还有别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意义 你才可以有应用 所以就说这一个整个过程 都是一个连贯的过程 OK 好 那看看 这是导航会的五项的应用原则 就是在你设计 应用问题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根据这一个 来做你的设计的问题 也可以在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这个 就是说 当我今天晚上这段经文 让我看到 有什么罪 是要我去要避免 或者引以为戒的 那有神的什么 Promise 他的应许 是要我掌握的 或者今天 这里神的这个应许 会给我带来安慰的 有什么榜样 是要让我来效法 那么有什么命令 是要我遵守 OK 那最后就是说 这段经文如何加深 我对神跟圣经真理的认识 比方说 等一下我们做一个练习 我就会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晚上这段经文 让你对神的属性 有一些什么 深的认识 或者心的认识 或者你以前 没有认识到的 那你从那里可以 要出来 OK OK 好 那 我们先做一个练习 做一个这样的练习 这是 我就用路加福音八章 因为这个是 就是我过去这两周 跟我的同工预查的 我们学会 我就用这个最近的 这是路加福音一章 八章一到十五节 就是耶稣讲到 那个四种图养的 这个比喻 OK 好 那我想 那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自己用 OK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就是说 我们 你就在你那里 我们一起来 就是 默读 默读 OK 先读 这个 一到三节好了 OK 过了不多日 耶稣周游各层各乡 传道 宣讲 神国的福音 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被恶鬼所附 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内中有称为 摩大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 从他身上赶出来 又有西律的家宅 古萨的妻子 约亚拿 并苏撒拿 和好些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 供给耶稣和门徒 OK 好 那光是这三节的经文 如果我让你们大家来 设计这个观察的问题 你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完了 如果我让你用一个创造力 来 就是不是平铺持续的说 耶稣周游各层各乡 完了有很多妇女跟从他 你可以用一个怎么样 比较更有创意的语言来描述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你会问什么样观察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可以用一些什么创造力的语言 来描述 第三节 就刚才说的那个六个盒嘛 大家根据六个盒 就可以来设计 观察的问题嘛 我觉得学生们 当年就是 赵阳牧师 想想 就是说 耶稣周游 四国去做什么 带了多少人 嗯 OK 做什么带了多少人 OK 还有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就问大家 嗯 好 还有呢 其中 都有谁和他一起去 去做什么 嗯 有谁和他一起去 做什么 对吧 还有呢 没有 治好了 是 为什么都是 妇女的 为什么都是妇女的 这个是观察问题吗 为什么 这个就不是 已经治好了几个妇女 为什么这里 只能提几个妇女 这个不是观察问题 对 所以 这一个就是你们要 那个一定要问 为什么的 那个就 就 就 不要 跟随着这些人 是怎样的人 嗯 对 对 嗯 还有呢 懂得最后有几种结果 嗯 OK 还有呢 他们过了不多日 是什么东西 过了不多日 那就是时间嘛 就是时间 当然你要 这个 这个你在告诉大家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 告诉 你就要 为什么你要上读 你要读前一章 讲了什么事 有没有 前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一章就是 正好 发生了那个 有罪的妇人 来高耶稣的脚嘛 在这个事情之后 OK 所以就过了不多的日子 在那件事情之后 周游各层各乡 这个就是地点 那当然最具体的 你可以再查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在 加利利一带 OK 这个是没有在这里 明显讲出来 但是你 你作为带领的 你要多做一点功课 那么你问完大家 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在加利利一带传讲 这样子 OK 那你就是说 我说了 如果你看着说 这些妇女 这十二个门徒 跟随耶稣 你可以用一句 什么很现代的话 很有创意的话 来去把它 复述出来呢 让大家一听了 这好有吸引力 耶稣和他的粉丝 耶稣和他的粉丝 好多的粉丝 跟随他 对不对 反正这几个妇女 怎么样 他们可以被描述成什么样 他们 一直好 除了粉丝 还有什么 你可以 你就用想象力了 耶稣在那里 各层各乡去走 这些像什么 我们说的什么 追星族 追星族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用这些 活泼 有创造力的语言 把这个整个来 就整个有没有 就活起来了 就活起来了 完了 那这一节里头 当然我现在不跟你 够深入了 其实这三节里头 有一点就是 也是讲到这几个的妇女 那光是这几节 你就可以在解释的时候 到底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是什么样的玛利亚 因为圣经有这么多个玛利亚 他摩达拉 特别是摩达拉 这个你去查考 完了还有这个 西律家的这个夹萨 腐萨的妻子 约亚拿 那这两个妇女 你再去查考说 他们在耶稣复活的第一天 想象的那几个妇女里头 去查一下 他们都在里面 完了 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跟这个月亚拿 他们在这个 是当时的社会里头 就代表 两种怎么样的妇女 OK 你去查 一个是高官 有钱的 一个是 就是 不是这样子的 没有地位的 怎么着 完了 苏珊拿是没有其他的记录的 但是 怎么样 你就从这里就可以带出 很多的东西就出来了 那也看出耶稣 怎么样 他对妇女 因为妇女当时在犹太的社会 是被什么样呢 你要从社会背景 去查 因为犹太的社会是 妇女在那里是没有地位的 他们可以这样子 日夜跟着耶稣 周游各乡各层 这层合体统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在耶稣 耶稣是怎么样 去 接受 不同的 不同等级的 不同的这个性别的 不同的跟随者 耶稣都接受 这里头就可以带出 很多 你的 你的这个讨论就可以 非常的 活泼了 所以不知道大家 这个有没有 那个 当然他们怎么用财物 供给耶稣 这个 你再认真的去查 就是说因为这里抽 他们都被耶稣 治好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 出于感恩 他们因为得到了 耶稣的这个拯救 出于感恩的心 他们来奉献 这奉献当中 跟他们有钱 没钱 没有关系 当中有有钱的 也有没钱的 但是他们是这样子 愿意去奉献 去跟随 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讨论 在应用的时候 好 那如果我们把 我们当时是这个十五节一起了 我只是把这三节拿出来 如果我们把 这整个的十五节 都 我就不练了 好不好 我们如果 今天晚上你说 你要带这十五节 因为有讲到四种土壤嘛 那四种土壤 它的这个 不同的土壤 所这个 这个种子种下去的 结果不一样 你其实可以说 要是在实体教会的时候 像我说的 我们在分组之前 有个十五分钟的 分享的时候呢 那可以 用很创意的 就是说 让几个 同学 来表演 他们可以 给他们个几分钟时间 看这段经文 他们就 积析的表演 就用四种人 来代表这四种的土壤 完了里面 也有一个扮演耶稣 来说话 这样子 那如果能够你先把这个信息 先去 这样子表演一遍 大家已经是有个印象了 再分到小组里头 去学习的话 印象就会很深了 这样可以 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 OK 好 那 那个 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工作坊是到六点 那个 好 那 现在呢 我想啊 我们就 来做一个 group project 好不好 请大家呢 我怎么样可以再分组呢 是需要stop sharing了才分吗 还是 我的cohost可以帮我分一下组吗 就大家 就继续 刚才我说的 路加福音的16节到25节 OK 完了 第一个你就不用写了 我这些 我是训练痛工的时候 我都要他们重新 缩写每一节的经文 用最简单的字重新写 但是今天我不会让你们写 你们就做这几个的练习 这段经文可以分成几段 OK 完了 你就按照每一段 每一段你都需要有这三样 观察问题 解释问题 应用问题 完了 你最后写一个 这一整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完了 也 也列一个破冰的问题 好吧 破冰的问题就是要针对 今天晚上的这个经文 但是是一个非常轻松的 轻松的生活中的任何的 一些的问题 OK 完了 我们来做一下这一样一个 练习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